这个公寓好漂亮啊 不过我们今天看的不是这个 是下一个 走吧 漂亮吗 算是城堡 但不是这个楼 是旁边的这个楼 今天要看的房子位于横冰 走路到护主站8分钟 护主区是横冰室内面积最大 人口第三多的区 到东京室内也是非常方便 这个房子售价2280万日元 折合人民币151万 包含两个卧室 加一个超级少见的大型阳台 好 我们现在进来了 首先一进门 这边是一个鞋柜 上面有一个橱柜 全部都是木色的装修 你看一下 这边有电表箱 底下放鞋子 然后左边是一个 左边是盖洗室卫生间 有朋友经常问我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放鞋机的地方 然后它是为了防止有水呀 或者滴漏呀 什么东西给堵住或者反上来 所以它在这边 经常有一个底下的支架 这个是洗手台 洗手台进来是浴室 它的浴室的装修是白色的 还是比较宽敞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里边还有一个 这是卫生间 非常的干净 一看都是新装的 于是我们再来过来看右边 右边是一个小卧室 因为它在四楼啊 它还装了一个防盗的铁窗 然后可能是我的手机的原因 所以会显得房子有一点矮 但实际上日本的房子的高度跟国内没有任何区别 房子还是很宽敞 然后这边是一个橱柜 他们这种大一点的橱柜都会带灯 哇这里面能装很多东西啊 算一个衣帽间了吧 好 我们现在出来再往里走 这边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这个厨房没有带洗碗机啊 但是它别的有带 抽油烟机啊 它这个是一个电磁炉的这种形式 底下是烤架 那这边就是洗手池 这边过来是一个很大的客厅加饭厅 目测有七八米长吧 然后是一个主卧 主卧还是推拉门的设计 主卧里面有一个比较大的橱尖 先先看一下 然后主卧和客厅这边有一个阳台 我们出去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小阳台 然后这个不是很宽 应该也就50厘米左右的宽度 然后四楼可以看到的景色是这样的 还是比较安静的 这个地方养一个小宠物应该挺好 因为它的墙是实体墙 这个房子更有特点的一个地方呢 就是它另外的一个阳台 我们现在带大家去看 它那个阳台比房间还大 在这边 好那我们现在到另一个阳台了 哇这个阳台真的是超级超级宽 按照它的资料显示呢 有90平米的使用面积 那这个阳台真的是 我感觉在盖一个房子都是可以的 然后因为它是顶楼 你也不用担心什么高空抛物啊 在国内的出现的各种现象 然后我们过来看看这边的视野 可以看到这附近的 恒命这附近的房子都不是很高的 它正好又在一个山坡上 所以它的这个视野还是比较高的 这是第三面 在这边办一些party 然后烧烤什么的 都是非常好的 第一次看见一个阳台 比房子还要大 非一所思 然后这个房子这么一算的话 价格真的是很丰道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这边有两个门 分别通向了客厅和另外一个卧室 以后下雨天打死也不出来看房了 谢谢大家